修心灵法门顺利怀孕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河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基隆天护法 感恩恩师卢君洪师父 感恩师兄们 本人于2019年9月 在网上通过不相识的 一位师兄发布的法布师 有幸接触到心灵法门 闻得佛法 随着对法门更多的了解学习 内心愈发庆幸自己 有这个福报接触到心灵法门 更认识到自己要抓紧时间 念经 修心 宵夜账 在师兄们的帮助下 结缘了空白的小房子 开始为自己的要经者 念诵经文 还债宵夜 随着小房子的烧送 再也没有梦见被追杀了 真是灵验无比 心里充满无限感恩 我与先生结婚三年未得一子 于是我俩一起努力 运用三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向大慈大悲观心菩萨妈妈祈求 顺利怀孕 2019年春节前夕 在网上看到师兄发布的 《六道轮回》的法布诗 认识到了众生皆苦 再想想自己业障重 且家族里有杀业 实在不能再吃众生肉 与众生结缘了 虽这样想 但还是担心自己违愿 一定是菩萨知道了我的想法 在菩萨的加持下 于2020年大年初一 我许愿终生不吃肉 自己都没想到 这么快就许愿了 更神奇的是 许愿后同月里就怀孕了 感恩大慈大悲 观心菩萨有求必应 这也让我明白 只要我们诚心相信菩萨 菩萨一定会帮助我们 从来不会嫌弃我们 怀孕后 我再次向菩萨许愿 终生吃全素 孕期根据师父的节目录音开示 为腹中的胎儿 每天助念经文 于2020年10月中旬 喜得小佛子一枚 每天坚持为孩子助念功课 心灵法门灵验无比 真实不虚 正如师父卢台长所言 心灵法门灵验无比 但是如果做错事了 报应也会更快 所以修心修行 更要如履薄冰 感恩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我们伟大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把这么好的法门带到人间 感恩修行路上遇到的 每一位有缘师兄 我的分享完毕 在分享过程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请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恩师慈悲原谅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恩师背 不让师兄们背 感恩何时